我送茶给太子的时候 他正在杀人 杀的人还是太子妃 好巧不巧 这株九族的好事 居然被我给撞见了 他看着我 你也活不了了 我跪下 殿下 奴婢愿替太子殿下 藏尸于隐秘之处 不会被人发现 更不会有人发现 太子妃不见了 我跪在地上 看见太子洁白的靴子 沾染上了点点血迹 他胡一道 你要藏在哪里 风月楼 风月楼是一座青楼 也是我长大的地方 因此 我最知道其中的肮脏手段 烈性的姑娘 可以先关在小黑屋里 饿三天 再打一顿 若还有那么几根硬骨头 就杀了去喂狗 女子死在风月楼 并不稀奇 而且这些女子都尸骨无存 寻无可寻 只是可怜的太子妃 被太子硬生生切成了二十七块 我背着一个布袋 里面是二十七块太子妃 我一块一块地扔给大黑吃 大黑高兴地朝我摇尾巴 腥臭的嘴巴 一个劲朝着我拱 我把太子妃 植骨上的红宝石戒指取下来 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摸摸了大黑的头 乖 别蹦着你的牙了 可怜的太子妃临鸣碎 纵然生来金尊玉贵 万千宠爱在一身 最后却沦为狼狗的盘中餐 太子要杀太子妃 其实很早就有了迹象 军功赫赫的三皇子展位 打跑了突厥人 陛下下旨请他回京授封 太子与三皇子手足情深 与太子府设宴款待 但那日太子府却走了水 三皇子 太子与太子妃 均被困在火海当中 最后三皇子与太子妃 毫发无损相携而出 太子的死事舍命一搏 冲入火海救出太子 但太子却已被烧毁了半边脸 太子被死事背出来的时候 身体极度虚弱 眼神极冷冽 残阳如血 火光冲天 我和每个匆匆忙忙的 仆人奴婢一样 端着一盆盆清澈的液体 用力地泼向熊熊大火 也没有人会在意 我到底泼的是水还是油 鲜花灼锦 烈火烹油 不过如此 太子自毁容以后多疑暴躁 常常打杀奴婢 朝中常有人言 太子毁容不易继承大统 请陛下令则储君 太子是陛下已经先去的百皇后所出 战尽敌掌 非有不忠不孝 陛下不肯废太子 就算太子面容被毁 实乃天灾 并非人祸 百皇后也出身于明门世家 也有经国之财 但陛下担心太子母族是大 便寻了个由头 图进了百皇后一族 太子展衡 从此没有了母亲 没有了外祖 陛下还为了历练太子 早早地将她赶出皇宫 立了太子府 这太子也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没有母族 没有友人 没有军权 也没有群臣愿意结交他 没有强大的母族的皇子 注定是政治的牺牲品 此刻我匍匐在地上 如同一条丧家之犬 等待着太子的发落 掌握着我生死的人 正在明堂高坐 他慢条丝里的喝着普通人可遇不可求的蒙顶茶 半边脸上戴着精致华美的金色面具 动作流畅而优雅 天皇贵胄 莫过于此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 奴婢名叫锦绣 你不怕我吗 不怕我杀了你 太子殿下是好人 奴婢不怕太子殿下 殿下还赏赐过奴婢二十个白面馍馍 救了奴婢的命 所以 殿下是好人 他似乎听见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好人 哈哈 他笑 锦绣 我可以杀了你 也可以不杀你 你的命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 我把头埋得更低 命运这位反复无常的何官 让他的宠向我揭示了一场残忍的赌局 我该如何活下来 我不知道 何官不会给我任何提示 我无法寻求任何人的帮助 坏消息是 我现在只能靠自己 好消息是 我现在可以靠自己 无论如何 我 必须活下来 太子喜欢看楼椅求生之举 拼尽全力地挣扎 痛苦的神情与哀求 总是会让他兴致高昂 就比如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在京城路边买下了我 看我鸡肠鹿鹿 便吩咐厨房 给我准备二十个白面馍馍 让我吃下 若吃不完 便将我千刀万剐 做成个肉馍馍 太子殿下果然心善 这等好事居然落在了我身上 我千恩万谢地端着二十个白面馍馍 就算被噎得直翻白眼 我也恭恭敬敬 声嘶力竭地朝太子磕头谢恩 谢太子殿下救命之恩 我朝着太子殿下磕了三百一十二个头 吃完了十五个白面馍馍 太子见我毫无恐慌之色 怀疑我的脑子有什么不对劲 因此在那最后五个馍馍被吃完之前 他让管家把我领走 后来我才知道 太子常常寻些饥饿的企儿 赏赐他们美酒佳肴 最后看他们因为吃撑而胀破肠胃 成为一个个饱死鬼 幸亏我食量大 一顿能吃十五个白面馍馍 才逃了一死 管家给了我一身侍女的衣裳 让我以后在太子府中 做些洒扫的活计 最重要的是 少看 少说 少听 少去主子面前晃悠 这样方能保命 很不幸的是 我第一次去主子面前晃悠 便撞见了一个主子 再杀另一个主子 太子杀了太子妃 太子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人 是不会出卖秘密 死人 所以太子想要我死 但是他更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我很会藏尸 相比我也很会杀人 那么我也可以做一把好刀 那威风凛凛的林大将军 必定想不到 自己千娇百宠的女儿 早已葬身苟妇 尸骨无存 那可恶的林家 一心想成为皇后母族 所以硬要把那早就 心犹所属的林明岁 嫁过来做他这个光感太子的正妃 监视他的行动 与他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一个没有母族的太子 一个没有权利的太子 一个适合做傀儡的太子 未来适合做傀儡的皇帝 就算他饱受陛下的冷落与猜忌 林家也依旧做着皇后母族的春秋大梦 而现在林明岁已死 只有林大将军也死了 那林家就无人可用 再也没有人能够监视和控制他 所以他给我的机会 就是杀了林大将军 是的 太子喜欢看蝼蚁求生之举 他想要知道我这只蝼蚁 为了活下来 能不能完成这不可能之事 可是太子 你怎么不知道呢 天子之怒 浮尸百万 血流成河 但是匹夫之怒 血见五步 天下搞素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时 我又钻狗洞进了风月楼 大黑在狗洞的出口等着我 他的毛色漆黑 獠牙乌黄 舌头星红 呼出的臭气 直喷我的脸上 他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 让我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大黑 别闹 他从我身上下来 摇了摇自己毛茸茸的尾巴 表示不满 我摸进了孙姨的房间 孙姨在沦落风月楼以前 也是官家小姐 曾与大将军林德 有过一段情 但后面孙姨家族遭受巨变 自己沦落风尘 林德想方设法保全了孙姨的性命 甚至常常来封月楼与孙姨相会 但是孙姨从来不给他好脸色 因为孙姨说 林德是个二臣 不忠不孝之人 不可托付真心 所以民间常常有传言 大将军纵然杀敌勇猛 但仍然无法抗拒温柔乡 不然为何常常往封月楼跑 但是在封月楼的那些日子里 我常常看见孙姨在夜里 抚摸着一块廉价的玉佩 透过月光 那个玉佩上浅浅刻着一个字 德 林德又来了 她站在孙姨面前 我藏在孙姨身后的屏风里 香气缭绕 她问 三娘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为何不肯原谅我 孙姨递给她一杯酒 她接过酒杯 胡子随着她的笑容抖动 三娘 你还是想要我的命 她一把摔碎酒杯 用手死死掐住孙姨的脖子 三娘 我要比你厚死 我说过 若你死了 我要替你收尸 孙姨的脸色越来越紫 我手中的匕首的手柄 被我的汗水浸湿 扑通 林德倒下 撞碎了桌子上的茶盏 打碎了昂贵的琉璃屏风 孙姨坠落在地上 狠狠地咳嗽 蠢货 软骨散在箱里 但凡使用内力 软骨散会立刻发作 让你浑身动弹不得 太子给的药 就是好用 我举起匕首 对准她的心脏 林叔叔 什么时候 让碎碎来和我玩 我手上把玩着 从太子妃尸体上 取下来的红宝石戒指 我可最喜欢和碎碎一起玩了 她睁大双眼 瞳孔骤然缩紧 她认出了我 一个本该早已死去的人 现在又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温热的血液溅起来 孙姨素白的衣裳上 多了几朵血色的梅花 原来她的心脏也是软的 血也是红的 孙姨闭上眼 手中妈撒着一块玉佩 上面隐隐约约有一个得字 我割下了她的头颅 用洁白的绸缎包裹 大黑今晚又加了一餐 太子很满意 她看着我带回来的这颗头颅 就如同一只凶猛的狼 寻视着她刚烈的迷路 而恶狼的獠牙 依旧匍匐在地上 等待着上位者的审判 她洁白的靴子勾起我下巴 上面有好闻的龙咸香 你叫什么名字 现在不记得没有关系 以后你会记得我的名字的 奴婢名叫锦绣 愿被太子分忧 灵德的尸体 你藏在哪里了 自然是与太子妃 妇女团聚 共享天伦之乐了 哈哈哈哈锦绣 你果真是孤得一把好刀 命运这位坏脾气的何官 终于向我展示了蝼蚁的结局 我赢了 我赢得了活下去的机会 我不光赢回了性命的本金 还附赠了慷慨的利息 我的利息是双手沾满鲜血与罪恶 我本就有着刻骨的仇恨 低下的品行 而肮脏不堪的灵魂 又沾染上了罪恶的腥臭 我与太子 现在是同一个秘密的两个咽喉 是同一场谋杀的两个共犯 我们在同一场风暴来临前 一起苟延残喘 岁丰三年 太子妃临时重病 一病不起 最后驾鹤先去 林大将军来探望后 竟伤心不已 呕出鲜血 引起旧伤复发 一命呜呼 妇女情深 莫过于此 太子妃心丧 太子府一片搞肃 三皇子前来吊咽 神情悲痛 机遇昏厥 我上前一步扶起三皇子 他眼底的悲痛一闪而过 只剩下精明与算计 锦绣你看 林明岁生前是他的棋子 死后如此惺惺作态 不知明岁泉下有之 会如何想 太子一身素白衣裳 双眼通红 眼下是早上 命我用霉带 替他描绘得极重的黑眼圈 憔悴不堪 悲痛欲绝 阎官用衣袖抹着眼角 五官垂下头去沉默不语 好一个千里孤坟无处化凄凉 可怜的太子妃早丧 那钟情的太子 几乎沉灰满面 并发生霜 碧王家的人 最不需要情感 只需要利益与利用 可他不也是在惺惺作态 不知太子妃是否参悟了这一点 死后看见丈夫与爱人都是如此 会不会感叹自己命运多舛 太子为了继续表演自己的深情 白天茶饭不思 到了傍晚便会命令我去厨房 给他找点吃的 以慰藉他的鸡肠鹿鹿 这次我到了后厨 却看见了一个圆脸厨娘 正拿着刀 微微缩缩地追着一只神气的鸡 你别跑 今晚要喝鸡汤的 你快回来就一下不疼的 没事没事 我会给你念往生咒的 我不禁觉得好笑 杀个鸡 怎么这个厨娘还这么多废话 若是杀人 她一定会死于化多 我嘲笑她的天真与善良 同时却感到度火中烧 她怎能如此愚蠢与纯真 妹妹 这世道可是吃人的 我走上前夺过她的刀 她傻愣愣地看着我 我一把扔出去 鸡头与鸡身被分为两段 神气的攻击倒在了地上 我自小头虎极准 极用力 去吧 去炖汤 她依旧傻愣愣地看着我 女侠 女侠 我可不是女侠 我是杀人犯 我刚杀了大将军 我马上还要杀另一个人 太子要喝鸡汤 你还不快去炖 她提起没了鸡头的鸡 飞快地跑进了厨房里面 我叫春华 女侠你叫啥 她把漂亮的围语 一根根拔掉 锦绣 那可是个好名字 她一刀划开了鸡的胸膛 鼓鼓地鲜血流出来 锦绣女侠 你是在太子眼前伺候的吗 白色的骨头 与腥红色的肉 被她扔进两个盘子里面 骨头上干干净净 一丝肉渣也没有 我家以前就是做白切鸡的 可是杀鸡这种事情 都是爹爹和阿兄来的 我和娘只会做鸡 不会杀鸡 她在巨大的锅里 放入生姜 枸杞 人参 女侠让你见笑了 嗯 我爹病了 所以我签了三年活气 来太子府干活 太子人可好了 一次性给了我三年的钱 加上阿兄的积蓄 我爹有救了 我娘还能买个新衣裳呢 你先尝尝 刚出炉的第一碗鸡汤 最好喝了 白色的碗 散发着浓厚的咸香味 厚厚的黄色的油汁 漂浮在上面 圆脸的厨娘 脸上有亮晶晶的汗水 她漆黑的眼睛亮晶晶 她的笑容也亮晶晶 我用勺子咬了一勺 果然唇齿生香 太子也很满意 春华做的鸡汤 甚至还赏赐了春华一笔银子 春华高兴地拉着我 和我讲太子在民间 行善积德的故事 这太子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没有母族 没有友人 没有军权 也没有群臣愿意结交他 没有强大的母族的皇子 注定是政治的牺牲品 但他在民间有极好的名声与声望 当今太子斩横仁德无双 常常在民间微服私访 冬日失州 夏日失药 今年见流民所 封年免赴税摇曳 民间常言 有储君如此 实乃国之幸事 大火前 太子基石如玉 列松如翠 玉山江青也不过如此 就算大火毁去了太子容貌 但太子依旧是太子 只不过是白臂无瑕 惹得上天极度 白臂微瑕 才是人间常态 再者 太子现在戴着金色的面具 更显华贵威夷 太子可真是鼎鼎好的人呢 可惜春华不知道 这鼎鼎好的人 是个杀妻的暴徒 冬日失洲 是因为他抢在年关之前 就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在高价卖给城中商铺 夏日失药 是因为他将有疫病的朱阳 投入了河流的上游 今年建流民所 这倒不假 但那些流民 都被以功代振的幌子 骗去了矿山 实之存医 封年免赴税摇曳 这也不假 但他依旧向陛下建议 要加收商铺的赋税 百姓依旧买不起米 买不起粮 太子 喜欢看蝼蚁求生之举 这天下是个巨大的乙学 百姓是其中 雍雍碌碌的蚂蚁 太子脚上轻轻溅起的尘埃 都是无数蝼蚁 无法承受的一生之重 春华眼里亮晶晶 他也是蝼蚁 但是他是很幸运的蝼蚁 因为他总是心怀希望 希望是可笑的东西 虚无缥缈 不可捉摸 一碰即碎 但却又能让人生出 面对一切的力量 锦绣 那你呢 你是怎么来太子府的 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本来是风月楼里 一位花魁捡来的婢女 花魁把我养大 待我不算不好 也不算很好 但因为那花魁年老色衰 囊中羞涩 所以就打算把我卖给亚婆 以填补她的百宝箱中 越来越少的金银 京城卖女成风 尤其是孤女 是吃人不涂骨头的地方 京城中的贵公子 喜欢买美丽的少女 收作丫鬟 白日伺候主母 夜晚伺候主君 胡人喜欢买风营的少女 白日赶路累了可作慰藉 若是沙漠中迷失了方向 也可作保命的食粮 贵妇人喜欢买年轻的少女 带回家去伺候家中幼子 等幼子长大 尝了人间情势 若是满意便收作通房 不满意打杀了便是 毕竟三钱银子便可买断生死 又有何妨 天色欲晚 只剩我一个人 没有被卖出去 牙婆口中骂骂咧咧 抄起棍子 打得我身上清清紫紫 我的叫声淒淒惨惨 在地上滚来滚去 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破烂烂 脏脏兮兮 四周安安静静 路过的行人 早已见怪不怪 丁 一定金元宝砸在地上 牙婆顿时喜笑颜开 洁白的靴子停在我眼前 上面有金线绣的龙飞凤舞 彰显主人的身世 贵不可言 我翻了个身 仰躺着呼出一口气 终于不用挨那牙婆地打了 我睁开眼睛想看清买我的人的模样 正巧买下我的人 他也正低头看我 他那时身量其长 还带着好闻的香气 还未被大火毁去的面旁白净 右眼下面有一颗极红极艳的珠沙质 他垂眸看我的时候 正如观音低眉 你有名字吗 我回答了他 我叫锦绣 从此我就是太子府的丫鬟 这个故事几乎令春华潸然泪下 他说 锦绣 你是个好姑娘 吃了这么多苦 以后一定有福报 福报 好人才会有福报 而我只会有报应 傻姑娘 你最好一辈子 如此愚蠢而天真 陛下病重 太子带我入宫探望陛下 太子的下一个目标是 是君 我们这位陛下 可是个奇人 他最忌讳女子读书十字 但三宫六院中不乏才女 他最厌恶女子 不守三从四德 可后宫加历三千中 也有被他抢来的陈妻 陛下说 若是女子读了太多书 就会生出许多不该有的想法 让天下大乱 陛下还说 女子就该三从四德 相夫教子 不然会惹出许多祸端 就比如先皇斩月 是陛下的亲姐姐 以女子之身登上地位 虽说是文韬武略 杀伐决断 但斩月重用酷力 打击世家 甚至想开女子科考 让女子入朝为官 实在是倒反天纲 让国不成国 家不成家 嘉合四年 陛下不忍心看见天下大乱 因此毒杀了月帝 又放了个大火 把她的亲姐姐和她的亲侄女 烧得干干净净 史称家合之变 我曾问过孙姨 为何这位陛下 对女子如此苛刻 孙姨告诉我 因为恐惧 她因为太过无能 所以害怕 更有才能的女子取代她 她曾经活在 她姐姐的阴影之下 所以无比的恐惧 看啊 锦绣 这就是男人 他们胆小懦弱 却又喜欢 寻个冠冕堂皇的由头 他们小肚鸡肠 却又要吹嘘君子之风 他们享受着 女子为他们创造的价值 却又要抹杀女子的成就 这就是男人 太子带着我走进这 金碧辉煌的皇宫 他在前昂首阔步 我在后低头小步地走着 金龙绕住 狼腰慢回 颜牙高拙 虽然是冬天大雪纷飞 但这陛下的太业宫里 却如春天般温暖 虽然有暖意 但闻不见一丝炭火味 想必是一两亿斤的银丝炭 才能如此温暖和煦 太子在陛下的床榻旁边跪下 神色七七 琥珀色的瞳孔里 满是一池被吹皱的担忧 小时候 我见京城中有青衣花旦 一贫一笑尽是风情 举手投足间满是忧愁 若青衣花旦与太子相比 怕是略逊一筹 花旦演的是别人的故事 赚的是别人的眼泪 太子唱的是自己的故事 骗的是他自己 陛下伸出自己苍白 而骨节突出的手 太子抓住 父皇 儿臣恨不得以身代之 他确实恨不得以身代之 不是他父亲的臣科 而是他父亲这切来的皇位 横尔 你是个好孩子 可你 魏尔呢 那只骷髅一般的手 抚摸上太子黄金打造的冰冷的面具 我看见太子藏在衣袖下的手 捏成了一个拳头 最可恨的是 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 还在念念不忘 他那军功赫赫 相貌堂堂的好儿子 三皇帝 他正从军中赶来 太子接过我手上端的药 一勺一勺 喂给他的父皇 父皇 安心睡吧 显然太子殿下 没有什么耐心做这种事情 于是喂药的人 就变成了我 我一口一口地 喂着形容枯稿的 陛下漆黑的汤药 炭火炸开的声音 噼里啪啦地滚落 等到这汤药快见底的时候 他猛然警觉地问道 今日这汤药有些不同 我笑了 当然不同了 陛下 今日不是汤药 是麻沸散 这里面的剂量 是我替您精心调配的 过会儿 您可以看一出好戏 这个逆子 他竟敢试君 太子本来是想直接毒死您 再嫁祸给三皇子 但是我觉得 您也该尝尝 被自己最亲的人背叛的滋味 你 你是谁 你竟然没有死 我用勺子撬开他的嘴 他太虚弱了 加上麻沸散开时起笑 他虽然浑身贪软 无法行动 但意识清明 他能够非常清楚地 听见我的话 舅舅 我想吃糖葫芦了 我在他的胸口上 撒了一碗鸡血 春花给我的 他说我最近看起来脸色苍白 应该是气血不足 应当以行补行 吃些鸡血 好姑娘 你真是个好姑娘 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三皇子展位赶到的时候 展山胸口的鸡血 染红了袖着金龙的床 金色的宫殿 红色的血 阴晕的香气 混在一起 居然如此臭不可闻 偌大宫殿 此刻只有我们三个人 陛下驾崩 我乃储君 礼当登基 展衡站在床前 他刚刚检查了陛下的尸体 还略带余温 展衡手上拿着一把染血的匕首 眼中的野心熊熊燃烧 金色的面具折射的火光 晃着了我的眼 他浑身颤抖 那不是愤怒 也不是伤心天子的崩事 而是兴奋 他如此地接近权力 如此地接近天命 如此容易就翻盘了自己的命运 我也兴奋地浑身颤抖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 双脸通红 那耀眼的金光 在我的眼前一闪一闪 冷静 冷静 这还没完呢 还没完呢 太子弑君 怎能继承大统 展位跪在地上 质地有声 字字气血 弑君 弑君的不是你吗 三弟 展衡依旧跪伏在地上 你如此不忠不孝 怎能做一国之君 那么这样说 三弟忠孝两全 更适合做这一国之君 父皇在时不曾废太子 你岂不是继于皇位 陛下呀陛下 你听听 是谁杀了你 根本不重要 你的儿子们 恨不得以身代之的 是你的龙椅 父子相亲 兄弟相残 陛下 我为你排的这出戏 你可喜欢 展衡把手中的匕首 扔到地上 发出清脆的一声 上面镶嵌的十五颗红宝石 完整而璀璨 正如同蜿蜒的鲜血 三皇子展位 有一把镶嵌了十五颗红宝石的 刘金匕首 刀柄雕笼 使陛下赏赐 三皇子从不离身 甚至在战场上 还拿这把价值不菲的红宝石匕首 割开了蛮夷首领的侯馆 皇兄 你怎能如此无限 父皇赏赐我的匕首 上镶嵌十五颗红宝石不假 但因随我征战沙场 有一颗红宝石开裂 我随身那把匕首 应当有十四颗半宝石 而不是这把匕首的十五颗 太子弑君 最不可恕 展位站起来 从地上捡起那十五颗红宝石的匕首 快步走到龙床前 再次插入了陛下的心脏 哈哈哈哈 陛下这回才是真的死了 被他最爱的儿子一刀插进了心脏 皇兄 使君的罪名 就麻烦你帮我担着了 往后千秋万代 我帮你担着 展横不敢动 因为我用十四颗半红宝石匕首 对准了他的喉管 他也动不了 因为我在乡中添了软骨伞 太子的东西就是好用 我与展位也提前服用了解药 展横大声呼喊着 来人 来人 给我杀了这两个贱人 不会有人来的 殿下 你叫也是白费功夫 展位进宫之前 我已经传信给他 他调走了宫殿里的所有守卫 与宫女太监 他甚至还召集群臣 要为先帝的死亡做见证 群臣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展横垂眸看我 我似乎透过他那冰冷的黄金面具 看见他右眼下方那颗极红 极艳的朱砂痣 我再告诉你一下我的名字吧 太子殿下 我是三皇子展位的细作 我现在的名字是锦绣 我第一次遇见展位的时候 是在边关 展位想起要慰劳军中将士 又听闻风月楼是天下文明的销魂窟 就命令风月楼的姑娘们前往边关 慰劳军中的将士们 营帐内灯影冲冲 起舞翩翩 胆子大的士兵 直接上手拉过一个女孩入怀 上下起手 虽然厌恶不已 但女孩的脸上只能挤出迎合的笑意 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我在军队的河流上游 洗衣张得了疫病而死去的人的毯子 没有人会发现 一个风月之地的丫鬟 为他家姑娘洗衣挑水 是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很快 军中大疫 我上土下泻 高烧不止 幸亏展位还有一点良心 不仅给军中的将士们治病 也给那远道而来 却遭此无望之灾的姑娘们治病 我也稍微恢复了些许力气 我浑身滚烫 尚未退烧 颤颤巍巍地跪在展位面前 把头扶在地上 双眼将将看见他沾满边关风沙的鞋尖 求殿下 救救孙姨 他问了我的名字 答应救我的孙姨 条件是 做他的细作 那天他在营帐外 看见我给大黑扔肉 我准头极好 也极其用力 也许是个可造之材 他不知道的是 我每次给大黑喂肉 我都在幻想着 这不是一只温顺的羊身上的肉 而是展山的肉 是展位的肉 是那些把天下人民视为蝼蚁 把天下女子视为玩物的人的肉 大黑张开血盆大口 拒绝着 我是最好拿捏的细作 身份卑贱 又心中有挂念 我的孙姨是极好的把柄 她甚至只需要控制住我的孙姨 就能够让我心甘情愿 做她的提线木偶 于是她派军医治好了孙姨 但是又多给她为了一剂毒药 此药凶猛 发作起来如万以示心 只有每三个月服用一次解药 才能压制毒性 孙姨说 锦绣 不可心软 以后 你要记住你的身份 她服下了毒药 展位扶展而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锦绣 我没有割断斩横的喉管 我用笔手挑开她的面具 露出丑陋而勾壑的肌肤 刺向了她的眼睛 她的眼球被我弯出来 琥珀色的瞳孔 沾满鲜血的眼白 咕噜噜滚在金线之旧的地毯上 看啊 看啊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蝼蚁如何求生 千里之蹄如何溃于乙穴 我替你把你的眼睛摘下来 好好看看这蝼蚁的锦绣山河 好好看看这蝼蚁的千秋万代 展位满意地看着我 锦绣 你是朕最好的细作 我把匕首扔出去 郑重展位的心脏 这一招 我练习了很久 我替春华杀鸡 我给大黑喂肉 喂的就是 有一天 我能把匕首与仇恨 致近仇人的心脏 我自小投狐极准 也极用力 是他们的父亲 展山教我的 我的名字叫 展家延 自称朕的 该是我 展位的眼睛睁大 他尚未说出些什么 生命之火就已骤然停歇 有什么话 去地狱找你的父皇吧 家延一行 是我母皇对我的期望 所以母皇给我取名家延 他希望我有美好的德行 可惜 母皇 我如今双手鲜血 满身罪恶 早已是地狱而来复仇的恶鬼 怎会是家延一行 端方清正的君子 不过老师曾经说过 有大志 则不拘小节 我是展家延 我的母皇是百姓爱戴的家和地 展月 我的老师是精彩厌决的公孙家嫡女 公孙怡 她教我精伟之道 国策典论 她说 有大志则不拘小节 就比如我的母皇 她历经图治 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和清海燕 但是那些贪官污吏 那些无能的男子 却只会谩骂她以女子之身 祸乱朝政 国之不国 我问老师为什么 老师说 因为恐惧 因为他们害怕 承认自己是无能的 那时候我点了点头 似乎明白了老师的话语 也没有特别明白 我最好的朋友 是老师的女儿 公孙怜 她擅长厨艺 会把煮好的第一碗鸡汤给我喝 因为她说 第一碗鸡汤最是鲜美 我的另一个朋友 是林明岁 她是林大将军的女儿 听说她从小就喜欢我的三表哥 常常和我讲三表哥的英勇杀敌的故事 我的舅舅是肃亲王展山 他不擅长政治 只会打仗 母皇很信任这个弟弟 因为自小他们姐弟之间就十分亲厚 甚至给了他半块虎福 那时候舅舅对我也很好 每回进宫他都会给我带一串糖葫芦 母皇总是不让我吃糖葫芦 因为他怕我吃坏了牙 成了个缺牙公主 舅舅这时候总是会抱起我 和母皇顶嘴 黄姐 你小时候一次性吃了十五盘芙蓉膏 才会牙疼 我们家盐就吃一串糖葫芦 怎么会坏了牙 母皇洋装阴沉着脸 说要把舅舅赶去边关打十年的仗 这样再也没有人做我的靠山 我的母皇会和老师谈经论史 谈孝间便是公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治国良策 我从不明所以 到偶尔能提一两句自己的见解 老师和母皇也总会欣慰地看着我 家盐如此 可当明君 而老师看着公孙莲的兴趣 从做饭变成了插秧 烈日奄奄 公孙莲在田间地头忙忙碌碌 终于从一个白皙的小女孩 变成了一个有黑的少女 老师看着她笑着摇摇头 莲儿在治国之道上毫无兴趣 以后若是能做个大农 为天下百姓温饱献策 那也是我公孙家的骄傲 如果没有意外 在我十五岁时候 老师会为我吉吉 母皇会封我为皇太女 之后母皇会带我去微服出行 巡视江南 听闻江南有许多女先生 母皇要准备 请这些女先生来准备女子科考 让天下女子可以走向仕途 为国为民 公孙莲也吵着要和我们一起去 因为她听闻江南有许多精致的糕点 与先进的农耕技术 黎明岁不去 因为三表哥回京城了 她要和其他女孩子一样 去街道上给三表哥扔手券 她说这叫公平竞争 她才不是仗着自己身份高贵 就要抢取三表哥的跋扈女子 我和公孙莲点了点头 当母皇 老师与我整装待发时 这一切都被我的舅舅展山打断了 迂腐古板又德高望重的张丞相 告诉了展山公孙莲的行踪 她和林德挟持了公孙莲 威胁老师去给母皇下毒 老师端着掺了毒的芙蓉膏 找到母皇时 母皇已然中毒 那毒是母皇自己下的 老师本来已经准备好 和她的陛下一起死去 到了地下 再续君臣之情谊 母皇早知道 自己没有了活路 亲帝造反 全臣谋逆 她没有活路 注定一死 但是我和老师还有 于是 她给了我和老师 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她告诉了老师 龙椅下有一条密道 通往护城河 请她以后护好公主 我眼睁睁地看着母皇 在我的眼前咽了气 我尚未流出的泪水 被老师放得一把火 烤得干干净净 老师拉着我 走进了密道 家言 有大志 则不拘小节 不许出声 不许哭泣 一路往前 我们总会走到阳光之下 为了你的母皇 为了天下万民 往前走 不要回头 不要心软 最后 我们逃出生天 公孙家劝全族惨遭屠戮 公孙莲 死于虐杀 尸骨无存 寻无可寻 宫中起火 展山最后只找到了三具尸体 两具是成年的女人 一具是幼童 那些尸体 是我的母皇安排好的 于是展山宣布 家和地崩市 后继无人 他顺理成章成了新地 老师 引去公孙家的姓氏 化名为孙姨 卖身入风月楼 从此以后沦落风尘 卖笑为生 他从此不再让我称他为老师 而是换他孙姨 而我 我是他捡来的小女孩 准备当个使唤丫鬟 但见我与他早妖的女儿同岁 便当半个丫鬟半个女儿养着 谁能想到 公孙一族中名鼎石之家 世世代代轻贵无比 而公孙家最有报复的女儿 曾经为同宰相的女儿 竟然沦落风月之地 靠卖身来养活他誓死效忠的陛下的遗孤 孙姨有一次接客后 我替他擦拭身子 层层叠叠的衣衫 罩住他轻轻紫紫的伤痕 深深浅浅的淤青触目惊心 我小声啜泣 孙姨 这 他笑 你有怜悯之心是好事 但你不该只是怜悯我 你应当怜惜这楼中其他女子 怜惜这天下所有受苦受难的人 女子或者男子 天下众人言 美貌于女子是可被掠夺的资源 但美貌也可作为武器 在血与火当中 越发锋利 他日若你摆脱淋雨 切勿忘记 水深火热 民生多奸 林德在风月楼寻欢作乐的时候 遇见了他 林德想要为他赎身 然后念了孙姨做他的小妾 当年林德和孙姨确实有一段情 她是意气风发的女官 而她是少年得志的将军 她在前线英勇杀敌 她在后方调动粮草 如若 如若不是林德生出了反叛之心 他们应当也是一段佳话 林德说 三娘 你不见的这些年 我的后院的每个人都是你的影子 而现在就算他们之间已经隔着国仇家恨 这男人甚至还天真的以为 只要设法保全了孙姨的性命 孙姨就能感恩戴德地进入她的后院 笑话 西年公孙姨指点江山 挥斥方求 他笔下是治国良策 他衣袖下是整个国家的余途 怎会因为这男人自以为是的一点恩德 就抹杀自己的志向 割裂自己的忠诚 男人的两个爱好 拉良家妇女下水 劝封臣女子从良 莲儿是你的女儿 孙姨只告诉了她这一句话 在我惊讶的目光中 孙姨告诉我 莲儿是谁的女儿已经不重要 这一刻叫做朱新 林德会悔恨吗 这不重要 我已经杀了她了 我在展山的枕头下面找到了半块虎符 又在展卫的尸体上找到了另外半块 展卫 你果然是展山最喜欢的儿子 他居然连虎符都能给你 我把两块虎符拼在一起 月动的烛火透出绚烂的光束 权力 这可是这些人争抢了一辈子的权力 现在就是这两块沉甸甸的玉石 现在就在我的手中 展横空洞洞的眼眶 留下两行鲜血 半边被烧毁的肌肤 沾染上蜿蜒的血迹 显得十分可怖 可是谁在意呢 她现在是一个动不得的废人 妹妹 她突然这样叫我 我也恍惚愣住 我想起来了 她也想起来了 昔年我蹒跚学步 展山带着长子展横来拜访母皇 这位大表哥清贵端正 俊美无双 身上还有好闻的香味 她那时也是这样叫我 她朝刚刚摔在地上的我伸出手 妹妹 她又眼下有一颗极红 极艳的泪质 低眉的时候 宛如观音慈悲 所以呢 所以她以为这一生妹妹 就可以唤醒我心中泯灭的良心与道德 让我幡然醒悟 又痛哭流涕地饶过她的性命吗 展横 天界亲情血缘淡薄 你的父亲在杀我的母亲时 我已学会了这一刻 展魏要杀你时 我再次温习了 现在你要告诉我 我们之间血脉至亲 骨肉相连 可笑 当年你赏赐我二十个白面馒头 我被噎得翻白眼 肠胃中如有千斤坠物 我的肚皮几乎要被撑破 死亡在朝我招手 我看着在明堂高座的你 我想叫你一声 哥哥 我想求得你的垂帘 唤醒你的血脉亲情 让我逃过这一场忠心的游戏 我不敢 因为我知道这一声哥哥出口 你一定会杀了我 可我依旧息记着 希望着 奢望着 倘若你真的顾念血脉亲情 真的能够想起 多年前大殿中 蹒跚学步的小女孩 我敢用死亡做赌注 赌命运的反复 可我不敢用所谓的亲情做筹码 赌你的仁德 好在 天不绝我 现在 赢的是我 我拿匕首 刺入她的咽喉 哥哥 你有些过躁 那就闭嘴吧 老师来大殿的时候 我正坐在床边 身后是斩衫的尸体 左手拎着斩横的人头 右手拎着斩位的人头 老师穿上了 他那久违的红色官服 目光炯炯 身形虽然有些勾搂但坚定 他身后跟着春华和鱼贯而入的诸位大臣 春华手上还拎着一个石盒 看见我一左一右拎着两个人头 鲜血淋漓 宛如恶鬼 他的石盒丢在了地上 洒落一地成黄的鸡汤 锦绣 你 好姑娘 他看见我这副样子 定然是吓傻了 我仰天狂笑 姑乃家和地之女 稀有贼子窃国 金姑已将他们就地正法 经我手持虎符 三军皆听我号令 群臣可有不服 老师跪下 鲜血隐匿在了他鲜红的官服当中 他跪得端正 声音朗朗 臣 公孙仪 恭迎陛下登基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孙仪 他 还没死 他也没死 家延 那是家和地的幼女 是家延公主 这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不是被烧死了吗 群臣怯怯思语 老师几倍挺直 跨越数年的岁月 他依旧是那个挥斥方求的一品女官 我高举双手 那两颗人头 暮暮远征 死不明目 诸位大臣 贼子已被尽数诛灭 你们应当维护正统 姑再问一遍 谁敢不服 女子应当相夫教子 不可霍乱朝政 国之不国 国之不国 那迂腐古板的张相 张开双臂 衣袖裂裂 脸上尽是痛心疾首之态 我想起来 当年这老匹夫 极力阻止母皇与老师 推行女子科考 甚至就是 他向展山泄露了公孙莲的行踪 好呀 张相 心仇就恨 我们一起算 我扔下两颗头颅 任由他们滚落在地上 夺不到张相前 他的脸上 依旧是痛心疾首的神色 光看他的样子 只会觉得 他是个直臣 我谦卑而恭敬地 朝着他施了一礼 张相所言甚是 姑乃女子之身 实乃不堪为明君 他得意地摸了自己的胡须 公主 还是尽快找个人家 扑通 他倒在了地上 脖子上有一条血丝 正在缓慢地渗出血 所以 姑是暴君 诸位 还有谁敢不服 群臣鸦雀无声 随后 他们齐齐跪下 恭请佳颜公主登基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登基那天 狂风骤雨 电闪雷鸣 兴许这天道也觉得 我这满手血腥的罪人 不配做这人间的帝王 那又如何 我偏要倒反天纲 让这天地睁开双眼 看看我治理下的天下 是如何欣欣向荣 可我也有不如意 我去问春华 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官 算起来 他当初给我的一碗鸡鞋 也有从龙之功 可他却跪在地上 陛下 春华不识字 只会做白切鸡 怎能做您的女官 他把头深深埋在地上 我只看见他柔软的青丝 遮住他的眼睛 陛下 民女胸无大志 只想偏安一鱼 望陛下成全 我叹了口气 赏赐了他许多金银 回到了我的龙椅之上 他的父亲大病出狱 再让库房给他几个上好的人身 他的母亲很久没有新衣 再给他几匹布料吧 我终究不是他眼中的女侠 好姑娘了 这是我的报应 老师毒发了 展卫为了控制我 给老师下了毒 此毒无解 只有那三月一次的解药 才能稍作缓解 我杀了展卫之后 把他的三皇子府 翻了个底朝天 几乎要绝地三尺 但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只有三皇子妃 瑟瑟发抖地告诉我 那是骨 不是毒 殿下用自己的血肉 养成了骨 每三月便取自己一碗血 来制成解药 压抑骨虫 可有其他办法 殿下的血脉至亲 也有此效 只是效果不如殿下的血好 需要日日取血 才能压抑那骨虫 陛下 安儿才一岁 他不能日日取血啊 安儿是展卫的儿子 刚好一岁 他瞳孔漆黑 与三皇子十足相像 安儿 这是你姑姑 快叫姑姑 三皇子妃跪下 朝着我磕头 额头上很快鲜红一片 幼子在他的怀里 还在咿咿呀呀地笑着 可笑 你以为我是顾念血脉亲情的人吗 这是展卫欠我的 这是展卫欠我老师的 抓了他 我刚划开了安儿的手臂 安儿嚎啕大哭 我觉得他如他的叔父一样 十分过躁 我强行压下心头的杀意 他还不能死 他还要做老师的解药 加盐 不可 罪不及至子 你这样做 和展山有何区别 老师推门而进 我上前搀扶他 刚说完这句话 就开始咳嗽 他太瘦了 外面的风几乎可以吹倒他 他咳嗽起来 让我忍不住担心 他那脆弱的肋骨 西年美艳无双 又精彩艳绝的公孙仪 就算沦落青楼 也未曾如此行销鼓励 他的脸极白 但眼里却是十足的威仪 我不由地低下头 就像小时候因为顽劣 被他训斥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他曾经是母皇的得力助手 也是沙发果断的一位铁血宰相 老师 为何不可 展位罪无可赦 他给你下了鼓毒 他的孩子要为他抵罪 我生死历劫 我的母皇早已成为一婆黄土 而我的老师却在我的面前 逐渐日暮西山 我是帝王 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我占有着这个国家最好的资源 我为什么不能救他 他为什么不让我救他 莲儿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要替他尽孝 我要替他圆了老师的天伦之乐 老师替我遮风挡雨 处处护我周全 助我登基 替我出谋划策 等他鼓毒解了 我要拜他为丞相 这千秋万代 他应当与我共享 可是他却不让我救他 家言 你应当做个明君 这是你母亲的夙愿 若你真的成了一个 肆意滥杀无辜的暴君 九泉之下 陛下会问罪于我 他苍凉而干枯的手 抚摸过我的头上的冠冕 为师已经将毕生所学 全部传授于你 现在 这是最后一刻 叫做善 为君者 可言 可利 但不可施了善 家言 你是个好孩子 飞花点萃 春生 公孙怡王于古独发作 公孙家就此绝后 一代女下 就此落幕 天下搞素 筹备了许久 我终于力排众议 从江南请了三十位女先生做考官 又把江南的农耕技术带回来京城 这天晴空万里 我站在城墙上 看那些衣着简朴 但充满稀奇的女子们 一个个进入考院 突然 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她的父母与兄长一起来送别她 她的父亲还递给她一捆 用荷叶包好的白切鸡 她圆圆的脸庞 荡开灿烂的笑意 极亮 极耀眼 我转过身 走向我那象征着权力的座椅 诸位 请随我来 来重写这天下